作词 李宗盛 也会像我作曲 爱让我更笑不得 融化冰殿下的孤岛 这飘上宇宙尽头 有什么言辞形容 在那么久的拥抱 融化冰殿下的孤岛 不行温度是高 融化冰殿下的孤岛 就飘上宇宙尽头 有什么言辞形容 在那么久的拥抱 融化冰殿下的孤岛 我希望温度是高 不眠无福 不眠无福 孤岛 慢点 慢点 穿衣服 别着凉 谁呀 雪周 你怎么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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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来 坐坐坐 你先进来 雪 雪周怎么了 来 坐坐坐 来 喝水 怎么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露天明天就会从我家里搬出去 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在他搬走之前 我不想回去 只好想来麻烦你了 这 你 你们又分手了 对 别别要拖着了 快点回去 快点回去 你们休聊 我先上去 嗯 你们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能分手了 我们俩刚刚大吵了一架 我觉得自己真的挺自私的 这么长时间 一直把他对我的付出 对我的包容和对我的理解 当成理所应当 我都没有想过 他在这段感情里 他快不快了 所以 露天提的分手吗 不是 我提的 我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 所以 没必要拖着 在这段感情里面 我对我自己 没有信心 我怕他 越等 越失望 不是 徐州 你怎么还会对自己 没信心呢 其实 露天一直很想要 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家庭 生一个孩子 过着幸福的三口之家生活 我 这一切对我来说 太快了 我没有做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准备 所以 我也不想贸然地 就放弃我现在这么喜欢的工作 我们的人生节奏完全不同 你明白吗 与其这样 都不如去 让他 选择更适合他 雪舟啊 要不然我们今天 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又把小橙子叫来 我们三个一起想一想 先不要那么快做决定 保不清明天睡醒了 就改变主意了呢 未来都是未知的嘛 嗯 好啦 嗯 乖 那这波我要怎么弄啊 不知道 但是你要尽快想办法 让雪舟不要再逗留我家 我在这跟你诉苦 你就在这儿虐狗 你还有人性吗你 再说了 什么叫你家 你祸口血型个家伙我本上了 诶 快了 那你说说 你到底为什么选择离开 真的就是为了见父母 当然不是啊 我觉得雪舟他根本就不在乎啊 不仅仅是这一次 咱们大家也有将近一年未见了吧 是啊 是 那今天我们就喝道尽兴 我先干为敬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这个挺好吃的 看起来 这个挺好吃的 不好意思啊 今天本来是想介绍我未婚妻给大家认识的 可是她今天临时要加班 所以可能会来得有点晚 我们先开始不等她 没事儿 没事儿 再说我们几个上次在白起家的家里也见过 大家上班都不容易 有加班也正常嘛 对 很正常啊 东人嘛 身不由己 吃吧 那行行行 来来吃吧 来 吃吃吃吃 来 吃吃吃 来 你吃这个 咱们毕业之后 这差不多没见面了 没有 后来你去哪儿了 全国各地跑呗 全国各地跑呗 全国各地跑啊 找男朋友吗 我这样能找吗 那我当了复活 找一个小的 我这儿也没谈啊 都在哪个城市啊 杭州 我试陪一下 听起来还不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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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大 对不起啊 陆天 今天公司有工作总结 开了个会 迟到了 大家吃完有一会儿了 我就让他们先走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既然要开会 你为什么就不能提前告诉我呢 我是真的忘了今天还有一个会 那我不是第一时间给你发信息 告诉你了吗 可那已经是晚上了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真的是要开会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想来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想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说清楚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三番五次地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 你总是以各种理由去拒绝 甚至还跟我说什么 忘了要开会 你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有时间观念的人 但你今天这样 你让我怎么想 好 类似的时间太多了 他根本不肯花费一秒在我身上 我原本以为 我只有在跟工作争承 可现在看来 就算没有工作 我依旧会被打入冷宫 天呐 终究是一无所有 那你后悔吗 对雪州坦白心里话 我当时不后悔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他 而不是突然给他这样的打击 我现在一想到我和雪州说的话 我心里就特别难过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 明明可以心平气和 做下来好好说的事情 非要弄得鸡飞狗条他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如果真的觉得愧疚的话 就想一想 接下来该怎么应对 我觉得 未必没有回旋的余地 到点了 我先去查房 你先冷静一下 嗯 完成了 鸡飞狗頭 我说我是你 买龙幡头 我会想一想 您看您看您到底 我会想一想 您放太多 你是轻松一颗 想好了再做决定 其实 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我不希望露天 再像现在这样一味地迁就我 我觉得露天说得也挺对的 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我总是对他有这样那样的要求 但是他 他每次都能跟我妥协 雪珠姐 你在职场上 一直是越挫越勇的女魔头 怎么在感情上就总是知难而退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雪珠 不哭了啊 我觉得呢 是你昨天还没有睡好 我们不如先回去补一觉 然后睡醒了 有精神了 再慢慢想 总之呢 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支持你 嗯 好了 好了 白熙老师 我们还是得想个办法 让陆医生和雪珠姐复合 田承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刚才那是场面话 雪珠姐明显放不下陆医生嘛 我们还是得帮一把 你说的没错 恋爱呢 就是两个人的滑雪反应 不能只有一个人加速前进 可能因为我和陆医生都是主动倒贴一起 所以比较有共鸣 突然羡慕你们零零后 为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可以让他们重归于好 旧情复燃 什么办法 你听说过患难见真情吗 那你记得帮我啊 行 就这么说定了啊 你千万别忘了啊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 你回来了 你和谁聊天呢 聊得这么开心 我和苏伦 我让他帮了我一个忙 你和雪舟还真是好姐妹啊 怎么说 天天把这个弟弟 迷得七混八素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懂呢 听不懂啊 说到这个苏伦 我还想起一件事 白起家 没想到啊 你还有寸王属性呢 不对啊 我又没有做亏心事 行啊 那这个暂且不提 说一说吧 你们打电话密谋什么了 是雪舟和露天的事 我想让他们体验一下 彼此的感受 这不是正好 布白起计划和千叶影视 合作开发了一个主题密室吗 我想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正好他们的密室需要测试 这不是巧了吗 密室大逃脱 那是什么呀 怎么没有去过 你这种老干部呢 是不知道年轻人玩的东西的 我 我 拜起家 你干什么 算算之前的账二爷 白起老师 我 你帮我上来 帮我上来 欢迎来到不白喜记华 男性圆片的秘诗团 李小姐 你的新身份是当朝首富的前妻小姐 及万千宠爱与医生 陆先生 你的身份是行走江湖的照应侠客 为时间不顾 大方不平 接下来请你们在十分钟之内 找到线索 跑离这间公司 否则 毋有惩罚哦 谁让你坐过来的 昨天晚上的事 我还没原谅你呢 别啊 快看 他们动了 我来的这间公司 亦都会儿图了 我来的这间公司 我来的那天 快你看 这钱公司 哪一顿呀 就只是周边 雪昭 那天是我说话太过分了 我当时喝醉了 所以口无遮拦 我 陆天 你不用勉强自己 我不知道琴哥他们今天把你也拉了过来 既然来了 不用尴尬 我们完成任务离开这儿就可以了 所以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来见我 就是为了你的工作 是吗 先找线索吧 这两个人感情没升温至少也停滞了 真的快十分钟了 第一关都没过去 不会卡死在第一关了吧 那这个时间到了密室里有什么惩罚吗 我忘了问了 但是这种恋爱局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惩罚吧 也就是让小情侣 对视个三十秒 不宜看眼睛 然后促进一下感情嘛 你干嘛呀 是你说的呀 对视三十秒 可是我才看了你一秒 就忍不住想亲你了 范琪佳 虽然呢我说 你很无趣 但是你把自己打造的也 也故意开网了吧 这烟也太大了 十五秒之内找到线索 准备交通闭 快 快 牛太大 快走快走 苏天 快走啊 你找什么呢 这烟对身体不好 我掉了个很重要的东西 走啊 你别找了 走啊 找到了 走啊 别找了 好啊 不说了 地窖 众尚 彭精 也要有看空 太大了 大妄狗 借而yt 他증 另外感情 不说了 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 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我的脾气 性格 我觉得我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和快乐 对不起 既然你不答应 那这个戒指已经没有意义了 冬天 你干吗把戒指扔了呀 你干什么呀 这是我的戒指 我说的是奇幻 你不知道吗 谁让你扔了呀 怎么就扔了 雪舟 雪舟 谁知道 雪舟 你听我说 你看这儿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真的扔掉 既然你这么着急 说明你还是很在乎的 对不对 我不会再强迫你了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收下它 等到有一天你想结婚的时候 我希望我还是第一人选 好吗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关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陆天 对不起啊 都是我脾气太倔了 我之前跟你说分手 那都是气话 因为我觉得 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 很工作狂 但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把工作 跟生活都分开好不好 这次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吧 我原谅你 你什么时候偷偷我的虎口本 你随时携带什么意思啊 我这不是为了把他们 合二为一吗 既然如此 择日不如壮日 陆天先生 雪树小姐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明政局 领取光荣的小红本吗 我愿意 终于有人跟我喝第二杯半价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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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天跟林雪中 他俩做火箭的吧 完蛋了 腿疼得都不像自己的了 喂 余医生 我 我下午想要去骨科复查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我错了 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 对不起 好好好 那下午见了 到底要不要告诉白杰佳啊 不行 万一没什么事 她不就白担心了吗 平哥 你好了吗 可以下来吃饭了 好 好了 我来了 让我来看看我们家白医生 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 早呀 早 好 来 给你煎的 快吃吧 谢谢 再加点酱油 快吃吧 嗯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七七现在有一个指标还不太稳定 可能下午还要再调整一下治疗的方案 啊 怎么回事严重吗 没事 你不用太担心 目前还在可控的范围内 不会有事的 那你今天还是早点过去吧 有什么情况你就及时告诉我 我待会儿自己去公司就好了 嗯 没事你先吃吧 你刚刚发呆了半天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就是 七七的事情已经够她忙活的了 万一她瞎担心 你想工作就不好了 嗯 没什么就是创作上面的事情 你快去搞事业吧 一会儿吃完了我也去搞事业 那我先去了啊 嗯 等我回来 好 搞事业搞事业 我去 感觉一夜之间错过了百亿 唉 这个组现在就只有咱们三个孤家寡人抱团取暖了 谁说的 我可是有男朋友的 不好意思 我也有 哈哈哈 好 很好 现在就只有我一个单身狗了呗 您俩有情况啊 哼 淡定点儿做人要有点正能量 不要总是羡慕嫉妒恨 唉 哎起大神说得对 雪儿 我们走 我对不起 拜拜 有点东西 你们都太幸福了 我本来以为雪舟姐和陆玉生 这次拿的肯定是毕业剧本了 是我低估了爱情 你心里怎么就这么阴暗呢 你往正能量上想一想啊 再说了 而且他们俩本来也就没这么顺利 全靠露天的坚持 但凡露天再小小地放弃 挣扎那么一下下 雪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就飞走了 但是我觉得陆玉生还是幸运的 我对小明哥哥也坚持了 不过只是我单方面的妄想 不过没关系 我一定会坚持到底 把他安排得咪咪八八 白 白星老师 我不故意提起他呢 没关系啦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多久了 再说我们也是共患难的伙伴 小天成啊 你要加油啊 所谓女追男隔层杀 只要你再坚持一下 就能把他拿下 爱拼财会赢吗 爱拼财会赢 白星老师 果然三岁一代勾 我好久都没有听过这种词了 你说谁老呢 我 而且只要你加把劲 你的小明哥哥很好拿下的 你看我 我这么难追 我都被白星下追上了 你也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下午出去一趟 话分镜的大人就交给你了 明天我来验收 没问题 保证完成任务 加油啊 虞医生 情况是不是不太好啊 谷谷的问题又严重了 再继续恶化的话 你就只有做手术了 就这么直接 没点铺垫啊 铺垫 你当开玩笑吗 秦哥 该说的我早就和你说过了 不要认为四肢毛病都不大 可是你呢 从开始治疗红斑狼疮的时候 你一直有不按时吃药 或者是过量服药的滥用激素情况 才给你现在问题啊 埋下了祸根 这两年是听话了 直到遵循医嘱 可情况刚刚有所好转的趋势 你又缺了好几次骨科复查 秦哥 你还想听我说什么 这 不是早期十八九岁的时候 判你期吗 最近这几个月实在是太忙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余医生 行吧 继续服药 我们还是采取保守治疗 但秦哥 最近这段时间 你绝对不允许剧烈运动知道吗 要按医嘱服药 不然等待你的 就只有上手术台了 但介于你的病情 我希望你不要走到做手术那一步 去吧 去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余医生 嗯 看来以后真的给亮丽儿行了 不能为老心残啊 对 你们看啊 这个指标的话 好像不太好吧 你先忙 拜拜 拜拜 本来想突击查稿 没想到你分身乏术 那我就不打扰了 先去看看琪琪 那我就不打扰了 有多受伤 有多受伤 只能在我心上 只能在我心上 管 欲言却退未来的想象 你浮华全都会有你在身旁 我 想我是否了吧 整个世界都为你开满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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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冰性别去想挣扎 有你我就什么都不怕 你 无疑 预纳 心上 光与一切对未来的想象 每幅花圈都会有你在身旁 哦 像我是风了吧 整个世界都为你开满了花 所谓冰性别去想挣扎 有你我就什么都不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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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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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